HELLO 大家好 我是Liz 自從大概3-4個月之前 拍了一篇跟大家說我開始減肥這件事 有些比較感興趣的朋友 其實經常都會在IGDM YouTube留言 跟我說相鏡的臉好像真的小了些 怎樣才能做到呢 但這幾個月持續地慢慢控制飲食 做了一些運動 的確在身形控制或臉上 有少許幫助 但作為一個星期都要在Youtube 跟大家見面3-4次Youtuber 其實我真的為了相鏡的臉小 這件事下過一些苦工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 3個這些河妹的顯瘦小臉Tips 第一個Tips就是按摩 如果你是一個容易水腫 尤其是臉腫的朋友 其實一些適量的臉部按摩 是挺有顯著的效果 主要就是推一推臉巴 將這些堆在臉巴的肺物或水分 推回臉巴結 讓身體可以自然地代謝罩 還有我都會按摩一些水腫比較嚴重的位置 例如我的Jaw Line 雙下巴這些位置 第三個會按摩的就是嘴咀肌 我上一次去韓國的醫美診所的時候 那邊的顧問已經跟我說 說你的嘴咀肌 開始有越來越大的跡象 他有兩個建議 一就是叫我打BOTOS 將這塊嘴咀肌放鬆它 二就是適時地按摩 以及吃東西 小心點 不要咬得太大力 那我就不想打BOTOS 所以就靠自己 不會有勤力一點點 按摩這塊嘴咀肌 而另一件事 我覺得影響得 髮臉的大小很重要的 就是髮型 其實我髮臉是經很多專業人士認證 不是標準瓜子臉的 例如是美容師 不過脫臉毛的治療師 都紛紛叫我做大頭寶寶 本身我的頭尺寸就不小了 再加上骨頂 所以髮型配合臉型這件事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髮型就是寬著臉型的一個框架 如果你的那個框架 很沒有空氣感 逼得你的臉型很緊 就像這樣 在視覺上 臉就會顯得比較大 但好死不死 我自己的頭髮是非常之淡的 尤其是在這些前陰的位置 如果沒有特別吹鬆它 或者用造型品的話 是超級無敵甜 所以當頭髮太甜 沒有空氣感的時候 都會令到我臉 帶到一塊甜的 嗯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最近我很密集地 試用這兩支洗戶產品 就是Vidal Sassoon的 凌直洗戶系列 因為我想持續試這套 我香港家有一套 韓國家也有一套 它最大的賣點 就是幫頭髮做到一個風型 有空氣感 令髮型的支撐力好少少 用了Vidal Sassoon的凌直洗流水 和它的護髮素 差不多一個月之後 我覺得的而且確 頭髮尤其是髮根 它的支撐力是好少少 不是好像魔術那樣 你突然洗完頭 不用吹就會有空氣感 但是用完它之後 你會覺得頭髮比較輕身 無論是吹或者造型的時候 我都覺得頭髮是 比較容易做到那種風型 和有空氣感的感覺 還有頭髮的彈性 我是覺得好過以前少少少 所以當我自己設頭的時候 我覺得髮量網絡是多了 這件事我是覺得它做得不錯的 而髮型的選擇方面 其實我自己也有幾個私心的髮型 會令髮型比較顯瘦 第一個就是我現在設定這個髮型 是一個挺classic的所謂女神頭 如果你和我一樣都是長頭髮 也有長流海的話 只要當你的頭髮上少少 在髮尾和頭髮中段這些位置 做到那種好像有十把牛角線 吹你那種空氣感的感覺 這個髮型我自己覺得是挺顯瘦 可以蓋到拳骨的位置 而空氣感看上去好像很多頭髮 是可以縮小臉的 第二個我也覺得挺瘦的 就是一個我經常會摘的 抹邊 也有很多朋友問我是怎樣摘 其實真的很簡單 是純粹把前陰的頭髮 用泵邊的方法 再摘到一條三手邊 那就是了 之前我也拍了一條影片 是教這個髮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看那條影片 最後一個瘦面tips 就是透過穿搭和飾物的選擇 其實我自己也不是一個做什麼衣服 都好看也會選擇適合自己的衣服 看上去才顯瘦才會比較細快 好像今天這樣 我穿的是一件V領的one piece 如果臉偏大 好像我這樣的朋友 是很適合選一些V領的衣服 因為V領衣服可以露出更多 胸膛至頸部的皮膚 變相都是拉長整臉的線條 除了V領外 其實一至薄的衣服都很顯面細 其實都是靠腦出肩膀、鎖骨、頸、皮膚 令整個線條拉長 那臉看起來就不會那麼大塊 只有什麼衣服我自己會避免 是樽領的衣服 而是一些很緊很細的圓領 因為太焗促 或者線條太高 會令我的頭好像一顆皮膚 在飾物的配搭上 其實選對的衣服都可以幫助臉看起來比較細 我今天帶的是一個比較有延伸性的十字架耳環 它的線條水比較幼 牙比較長身一點 選了這類型比較長身一點的耳環 其實都可以微微地幫忙拉長臉型 另一種我也很喜歡帶的 就是這一種 它帶得來也很有延伸性的一種耳環 耳環選得越大對 可以襯托到你的臉越細快 如果大家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其實我真的有很多很長的耳環 以上就是我每一次拍片都會深思熟 希望我自己的臉可以在鏡頭前 看細快一點的小貼士 希望可以幫到一些有同樣困擾的朋友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讚 還記得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記得快點訂閱 也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